前段时间我在我们这边 这个没人住的奴隶间 发现过很多东西 有什么盲盒呀 有什么卡包之类的呀 但是今天貌似 平平无奇呀 不知道这个板子后面有没有东西 还挺重的 这是什么脚印吗 这里面应该没东西吧 这是个啥 超新普尔达重装 四合体 这是编辑联盟三代玩具呀 像在这个木板上面 对了 你们看 这种是不是很像 某种动物的脚印呀 这今天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居然在外面发现 那么大一个变形玩具 其实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这个呢 是我买的 我自己买的 真的是我自己买的 好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我现在把它拿回家去 给你们展示吧 现在呢我已经到家了 哇 你们看 这也太大了吧 那咱们先把它拿出来吧 不得不说 它真的太有机甲感了 那这是它的四合体形态 那它是由三辆载具 践踏宇宙飞船 还有一个尖密 合体变形成的机甲形态 四合体 然后这个四合体 变形为载艺形态呢 就是这辆宇宙战舰 这上面是这个头可以打开吗 我来演示一下 还真的可以打开 那这是它的说明书 咱们在说明书上面可以看到呢 它不仅可以变形成宇宙战舰 还可以变形为宇宙飞船 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咱们现在就把它变形为宇宙战舰吧 那首先呢 是要把这些配件全部摘掉 武器 盾牌 后面这些全部要摘掉 全部配件摘掉以后呢 瞬间感觉轻了不少呀 机器呢也变小了一点 最后这个头也是需要摘掉的 摘掉以后呢 可以放在它胸前 扣开 接着就是变形时刻 好了 宇宙战舰变形完成 哇塞 这也太霸气了吧 你们看 整整两个手那么大 那现在它这个样子呢 是超新普尔达重装的 宇宙战舰模式呀 那咱们现在 把这些四合体的配件全部拆掉 它还能变形成为一辆宇宙飞船 那因为呢 我们刚刚变形的是它的宇宙战舰模式 然后拆配件呢 拆到这里 就不用再去拆了 保留它现在这个样子 咱们只需要稍价的变形一下 就可以完成了 那其实刚刚这把枪移这个配件 是可以不用拆的 好了 宇宙飞船现在就变形完成了 哎对对了 它的头还在它的胸前呢 拿出来 那这个头呢 是可以变形成一个迷你的普尔达的 好了 一个迷的普尔达就变形完成了 它只有我的一个大拇指的 那变形为宇宙飞船模式以后呢 其他的配件分别变形为了 尖密 还有一辆 践踏 那它们三辆合体呢 就变形为了 最开始我给你们展示的 宇宙战舰模式呀 那包装负面上面写着四合体 那这里只有三辆呀 那其实呢 这个迷你的普尔达也算是合体的一部分呀 欢乐童年 鱼心永驻 变形联盟 要你一起玩玩具了 快来加入变年勇者小队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要把这些玩具 拿到我们自家开的玩具店里面展示了 有它们的加持 我们自家的玩具店 肯定会吸引更多小朋友来围观的 那我是萌牛子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给我点赞一波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